可以先請導演談一下 就是說這次因為你真的很久沒有拍片 然後這次又從陸特在影響回來 然後這次在亞洲跟大家見面 不知道導演的心情是 要跟台灣觀眾見面的心情怎麼樣 跟台灣觀眾見面 絕對是我所有的 這個放映裡面我最重視跟最在乎的 那我覺得也是讓我最緊張的 之前在影展我反而不會緊張 但今天我反而比較緊張 大家都回來有讓我比較安全感一點 但是我覺得台灣觀眾的反應 我會非常非常好奇跟在乎 對沒錯 是 那相較之下 那那時候在國外影展的時候 大家看了外國的觀眾看了之後 是給你怎麼樣的回扣 我覺得有一些很重疊的一些反應 比如說很感人 然後很美 然後對於父子的關係的描寫 他們覺得很特別 比較多的是這些 那當然有一些很差異性的東西 就有些我也不太記得了 但是這些是比較重複的 那些學生的問題 那個洗背的那個 在路特丹的學生 對於洗背 幫父親洗背 我忘了 喔你忘了 他說什麼 OK 他說我覺得洗背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動 對 對 我想問一下宣布 因為宣布已經非常重要 很重要 然後這次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機緣 決定一下 這次就是我大概 因為我 其實我離開台灣 已經有十幾年了 那目前住在意大利 那我以前的那個 Facebook用的是 只有英文名字 其實有點刻意 就是消失 欸不 可能一年多以前 一年半以前 不知道突然想到 怎麼在英文名字 後面加一個中文名字 加完以後呢 有一天呢 我的那個Messenger 就出現有個人說 蕭雅全導演想要找你拍片 我說 這是不是詐騙 這是不是什麼消息啊 這樣有點覺得不太真實 對 但是我還是回覆 然後 就是我們的選角經理 阿暖 他今天不在現場 很nice的一個人 他就把劇本 大綱給了我 然後看了 然後我馬上 立刻 就 跟我一位做廣告的朋友聯絡 那他就說 蕭雅全導演 要拍片 接 要接 他就說 蕭雅全導演 在台灣是 口碑非常好 他們也合作過 的一位優秀的導演 就這個樣子 所以 就這樣子的一個 因緣機會 就跟導演在 Skype上面見面 那我們就好像很快的 我們是用視訊 視訊在面試的啦 我們在interview是用視訊的 對 那很快的就 大家都談好 然後合作得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所有的演員 所有的工作人員 還有就是 演員有的沒有 雖然是今天第一次見到 但是在戲裡頭 覺得 大家都 是很親切 這樣子 謝謝 嗯哼 接下來想問一下 總統哥 總統哥 這一次就是 因為大家比較常在 電視上面見到你的演出 那你的電影相對拍的比較少 可以談談這一次的 拍電影給你的 一些感覺 或者是蕭小泉 跟你之間的合作 什麼樣的文化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 對我比較熟悉的呢 就是 其實不知不覺 我也變成一個資深的藝人 但是 比較是我曾經是個歌手 然後我曾經都是演 電視作品比較多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種類別呢 我以前比較 我現在其實也是啦 我現在 還是大家對我的印象 比較叫做電視咖 然後突然電視咖 突然一 一隻咖生進來電 電影圈 然後在電影圈 就演了這麼一部 真的是很特別很特別的戲 真的覺得是非常的榮幸 然後這裡大概比我 資深的應該是龍哥啦 龍哥 欸龍哥現在跑到這邊了 龍哥在哪 對對對然後 然後 當你是一個新人的時候 我在電影圈我算是新人 我跟著導演去路透彈影展 然後 台北電影節 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也是第一次來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我都搞不清楚說 台北電影節是在幹嘛 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拿到獎這樣子 那其實 他都比我熟 所以你身為一個新人呢 就多做事 就少說話就對了 謝謝大家 謝謝